什么 白雪 你竟然会读习说 对呀 小朋友们 我可以直接猜出来你们的年龄 不相信的话 就来一起算算吧 我拿贝儿姐姐取例子 贝儿姐姐是32码的鞋 加上两个零 就是三千二 贝儿姐姐是2015年出生的 三千二再继续2015 然后再加上2022 就是3207 哇塞 这也太厉害了 我真的是32码的鞋 年龄七岁 小朋友们 你们也一起算算吧 你们今年几岁呢 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贝儿姐姐姐 这也太神奇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是这样的 贝儿姐姐 小妹 首先把你们的鞋码 加上两个零 然后点击你出生的年份 再加上 今年的年份2022 算出来的数字 前两位 就是你们的鞋码数 后两位 就是你们的年龄 哇塞 贝儿姐姐 你的东西数大厉害了 哼 这有什么 我也会隔空取物 我先一起来看看 现在我要开始表演了 那我来 贝儿姐姐 这是一张童话币 我把它放在杯子下面 你要是可以隔空取物 把童话币取出来的话 那几个童话币 就是你的了 我不玩了 熊妹 你肯定把杯子和童话币 粘在一起了 贝儿姐姐 我没有 你看 我才没有你 看我的 这 这不算是 贝儿姐姐 这才不是隔空取物 怎么不算呢 重来 这一次 我把杯子倒就放 你能拿到这个童话币 就是你的 熊妹 你瞧好了 妈咪妈咪 后 好了 可惜 什么也没有啊 这怎么可能 贝儿姐姐 你怎么又甩赖 我这才不是甩赖 我可是拿到了童话币的 这次 我放三个童话币 如果你还能拿到的话 这全部都给你 如果你拿不到 你就要给我五百个童话币 可以啊 熊妹 我拿到的话 你可不要哭鼻子 才不会呢 熊妹 你这个杯子不透光 没办法给你表演我的隔空取物 这样好了 你有这个玻璃杯装童话币 这样就能看清楚了 贝儿姐姐 你说的有道理 那就用这个玻璃杯吧 呵呵 熊妹 你是不是傻 你看啊 我这不是拿到了吗 哇 呃 姐姐 你怎么这样 你真是太快了 我可没有 是你自己拿做杯子的 这可不能怪我 那好吧 哼 我也好像会模仿呀 熊妹 听说你也想学魔法 对呀 白雪和贝儿姐姐大家都会 学我自己什么也不会 我有办法 黑魔法 变 好了 你现在也有魔法了 哇塞 真的吗 一生 啊 是真的 哈哈 我也会魔法了 太好了 哎呀 不好了 我的魔法不见了 啊 真是怎么回事 熊妹 是艾莎拿走了乌婆婆的魔法 然后给了你啊 哦 原来是这样 对呀 对不起乌婆婆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呀 我这就把魔法还给你呀 小朋友们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长按大拇指 点赞关注吧